這支歌仔,今天TONY的新歌MV 《量子九錢》發布啦 第一次跟小黑和黃雄進合作 我2號就知道已經派台了 但也想等MV出才拍這支歌仔 一聽歌名就已經覺得很深奧了 這次幹嘛講《量子九錢》這麼新派的科學論文呢? 我稍後會大概講講什麼叫《量子九錢》 WOW 但現在還是一起聽一聽這首歌 說明這首歌的Band味是很濃郁的 編曲、氣氛、節奏都是很帥的 聽了TONY這麼久 我甚至覺得這首是最帥的一首 聽到一開始的部分基本上就這樣就已經入了MOD 一開始大家聽到只有BASS和鼓加上人聲 到了第二段CORVERSE 大家聽到了第二段CORVERSE 再加上一層GITAR RIF 就是那些瞄準線的來過 LATI LATI METI TI LATI METI LATI METI LATI 大約是這樣 這種RIF在很多ROCK的歌中都會出現到的 有沒有留意到主要就是拿音 然後就間斷地放其他旁邊的音 通常這種RIF就是很成功地做到 更加在轉心一層 還有給予一些迷幻的感覺 但又未去到那種情緒很高漲的地步 要瞄準結他線彈才能做到 不然就沒有那麼好的感覺 但如果不瞄準的話就會這樣 感覺上就沒有那麼帥 還有我現在沒有轉結他聲 或拍電影的清聲出的感覺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 再加上大家聽到 一開始的FIRST一套鼓是 一下鐵的東西都沒有打到的 即是HIGH HASH、CRASH、CHINA、WIRE那些 用鐵做的東西一下都沒有打 只是打TOM、BASS、DRUM、SNARE那些 聽起來感覺就好像有些東西在醞釀 即是在儲力 在入chorus之前,差不多就剩下了 一句 就爆入去了 立即打回鐵線 就好像醞釀了很久的東西 就現在要爆了 這個感覺 這個強烈的對比 就令人很容易入末 就很拚的 跟著來搓 另外想說說我喜歡的位置 就是入第二段chorus之前的這一句 各自哭冤 原在兩端 各自哭冤、原在兩端這兩句 大家聽不聽到是唱得很細節 各自哭冤 原在兩端 即是我是一個extreme 差的版本 就是告訴大家那個位置 平時都比較少聽恆仔唱的這種感覺 即是不算Live 即是CD version的歌 恆仔唱的這兩句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除了有人的EDM元素 在裡面之外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型的其中一個元素 剛才我說過我會說什麼叫量子糾纏 那我就當然不懂啦 純粹是平時都有聽開 我是有聽開的 就在這裡做一點點簡述 量子糾纏就是量子力學的其中一個現象 就是將兩粒電子配成一對之後再拆開 無論這兩粒電子隔到多遠 它們就會同步 所有東西都是同步 這一粒怎麼動呢 另一粒都會同時間這樣動的 即是這一粒跳一跳 另一粒都會一起跳的 是沒有DELAY的 就算你將它一粒放在地球 另一粒放在太空也好 都是一模一樣 是一點DELAY都沒有的 那些人就在想 它們兩粒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呢 假設你動一粒的時候 那一粒是發一些訊號給另一粒 理論上就怎樣都一定有少少DELAY的 因為就算連光速都有極限 但是現在說這兩粒電子的同步 就已經是打破了光速極限 因為完全沒有DELAY 如果真的過了光速極限 代表人類一直以來對時間對空間的認知 可能都會被量子力學推翻 所以新派科學家就很積極地研究他們的關係 因為如果明白到他的道理的話 之後就到應用層面了 這個現象就是能夠觀察到 但是解釋不到 自自然然就會成為熱話 永遠都是這樣 解釋到的東西你不會有好奇心 就是解釋不到的東西 大家才很好奇 不過我們這些普通平常人基本上就連電子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純粹可以理解為有兩塊東西 是無論怎樣分開分幾開都會同步 就是這兩粒東西之間是有關聯有聯繫的 只不過是見不到解釋不到而已 至於為什麼通力這次會做科學家 去整首量子糾纏呢 在這個時候呢 今集 是真的找了通力來做訪問的 YEAH 大家看東西 YEAH YEAH 第一件事恭喜你們時間的初衷 拿了《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評論歌 多謝多謝大家 作為這個避不到我們一起捱的受安慰者 很想問會不會已經有下一個電影的部署 第一個問題 有idea在留 不過接下來挑戰 一個從來都沒接觸過的範疇 就是劇 一個很長的劇 因為那個節奏跟電影差很遠 跟電影應該 那個時間也差很遠 那個節奏也差很遠 所以是一個很浩瀚的工程 好像說接下來八月中就出 我還沒拍 八月中就拍 八月中就拍 不好意思 還沒拍 現在就是前期階段 電影又再挑戰一次 然後再拍的話 挑戰長一點的會怎樣呢 就是量大一點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盜和演 是呀 加油 謝謝繼續努力 因為我有些朋友知道我來 都託了有兩條問題 無聊的東西 是 就是這個量子糾纏 和事當 反正也是 我們的填詞人是小黑 我們有問過他究竟是糾纏還是糾纏 他就說 要用糾纏 之後大家都讀正確 不用再猶豫 起碼這首歌我一定是叫糾纏 他的問題就是 和事當真到底有沒有關係呢 哈哈哈 和小黑溝通的時候 他們都有說 但是 但是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的 這個是很純粹地 我們聽到一些故事 就是覺得很遠的地方的人 其實都是 大家知道大家在想什麼 做什麼 這個現象 和量子糾纏很相似 怎樣都是同步 隔幾院都是同步 所以就選了這個題目 但是事當真 也是很出色的 哈哈哈 第二條 再無聊一點 就是 找人來的 前學生 我的朋友 一條無聊的IQ題 IQ題嗎 對了 一個 中國人的舊時的音樂 不正音階 得五粒音 那就是為什麼 得這五粒音 就是為什麼得到的意思 為什麼 牽絲是 C大調的 C大調 為什麼只有五粒 沒有花 為什麼是 五花 很接近嗎 沒有T 沒有E 沒有F 沒有B 沒有Facebook 哇 厲害 厲害 我沒想到 你會真的打到 因為 中國人 不用Facebook 不能玩Facebook 我望去你 你的問題很快 但是真的攻破了 你再難一點 是不是 不錯 這個真的要想 又真的想到 而答案又不犯駁 出勝 厲害 為什麼會用 講量子力學這麼深 就是用講量子糾纏 去做這首歌 我講 隨便 我們有一次去中文大學表演 有些朋友找我們去簽名 分享他們聽我們的感覺 他們說了一個故事 令到我們 突然之間 很驚訝 很痛心 也覺得我們應該要 去寫一首歌 去給他們 因為很多人現在都 可能要走就走 要留下就留下 總之香港人就分散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一刻我們是很震驚的 突然間很震驚 然後一直都記住這件事 我們覺得一定要寫一首歌 去給他們 在不同地方的香港人 跟著就 跟卡蘇叔叔說 我們就 開始做那首歌了 可以做那首歌 那又 適逢 彎人哥現在 一直在研究電子音樂 對 近期是 迷上了玩這個 Synthesizer 對 玩電子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個 展示出來 好像可以用這首歌去講 而裡面有很多電子元素 那我們就跟卡蘇叔叔聊 然後卡蘇叔叔說 這首這個概念 可以找小黑一起去做 再跟小黑講這個故事 聊完之後 就說 你們等等 想一想 隔了一段時間 他就說 想到一個題目了 最簡單的原因 為什麼用量子狗纏就是 量子這件事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 無論它們分隔多遠都好 它們都是同步動的 就是這邊動 這邊就一起動 是多遠都是 地球一粒在地球一粒在宇宙 都是一起動的 因為今晚我也有看 我不是研究 但是因為我會看一些頻道 近來看很多量子狗纏的東西 是啊 狗纏 是啊 所以就覺得 咦 用這件事去講 我們這個感覺很適合 人與人之間 人與人之間 其實是 終然分隔多遠都好 有些東西知道的話 大家都會同步的 是啊 明白 明白 想問一下你們平時 做一首歌的流程 你們會不會說是有一個 什麼去先做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什麼去做 有些人可能是 有些人可能是 砌了一些歌曲 再在裡面慢慢聽 就是你們做歌 會不會有一個 獨特的流程 還是每一次其實都 不一樣的 每一次呢 我想每一次都不一樣 但是我想 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經常的歌 都是被身邊的市民 所觸發 即是可能那天看到一件事 那天覺得這件事很可愛 那我經常回Bang方 就會跟Bang們說 那天看到這樣的事 很可愛 我覺得想寫一首歌 那大家就會圍繞這個起點 去做一些音樂 即是哪怕是 可能我因為這個 點子我想到一個 古的pattern 可能是想到一條line 所以它未必很technically 說我通常做了曲線 然後再加melody 或者我通常做了melody 再加曲 通常我們是有一個靈感 一件事 令我們覺得有趣 或者有感覺 那這樣應該是 那樣的 去起點 明白明白 最後一段 我自己從八年代 進去聽Bangshow的時候 已經是見過你們很多次了 即是我在下面 拖到 那班人來 那時我是在聽雪歌 那時候是汗水 經常去買東西 直至到之後 就開始有牆壯師手 曲方方面 一直都有轉變 直到 梁子狗前 梁子狗前 正確 一開始我感覺到有點暗 然後就跟以前的曲風有不同了 Tonic 有沒有說 其實自己最喜歡哪一種類型的風格 我啦 我覺得喜歡試不同的風格 就沒有很一段段時間的 你喜歡聽的東西和玩的東西 你都喜歡 我喜歡 我發覺我以前很喜歡聽Metal Metalica Sleep Lock 我喜歡聽得很吵 然後就慢慢就開始擴闊 近來我就開始研究一些電子 我聽了很多電子 我有看《換物喪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然後我聽了很多 可能是Party的也有 可能是Trap的也有 然後我發覺自己的Metal底是改變不到的 聽了很多東西之後 我發現了有些 就算是玩電子東西 有些會Metal 我發覺那些我是特別喜歡的 以前Dubstep的時候 你應該都很喜歡 也很開心 對 就是它那個 你剛才說的那個Dark Dark的 就是類似Metal 我發覺原來是 是入了血的 改變不了 就是怎樣都是 它弄到少少的那個感覺 我就會很喜歡 明白 我覺得 我覺得是我們會遇到 譬如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題材 我們就會走得很拼 就是那個所謂的風格 可能有時候是日式 有時候是美式 有時候是 不知道 一些迷幻 都有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做那件事 你就真的要認真做好那件事 就是你要日式的 你就要 research 究竟日式是需要什麼元素的 那你就再學 然後再加下去 就是做好 認真做好它才行 平時一看你整個感覺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力量型的鼓手 今次這一首 我是真的覺得很棒的 那些鼓 我自己覺得 而且尤其是一開始是 Bass 和鼓 就是這兩樣 的時候是很棒 就是一開始的 mood 就已經入了 其實你聽這首歌 其實是Cao叔叔 他那個 就是他可能由 聽到這首歌 我已經設計了有這個取向 基本上我感覺到 那個混音是 那個鼓就和 可能大過人聲 差不多 對 鼓和人聲 如果是說比例的話 鼓和人是佔據了 全首歌的九成 接著就 Bass就和鼓一起走 其實吉他那個聲 你是隱約感覺到的 所以才會 那個鼓你會覺得更加力量型 好 我問完了 謝謝 謝謝你們 接受了我這個節目的訪問 謝謝 謝謝 我姐姐帶我學家Bang 然後那時候是鐵樹蘭阿楓 所以經常去就會看到 然後我姐姐 因為我姐姐已經在澳洲移民 然後我感覺到她看到這段訪問 會很開心 姐姐 收穫快樂 收穫什麼 收穫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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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很適合量子糾纏 對呀送給你 送給你 回來了 這次就很感謝湯力抽了時間 給這支歌仔做訪問 不知道大家對這首歌的認知有沒有多了 對量子糾纏有沒有認知又多了 因為現在有人說愛 也是量子力學裡面的東西 因為愛這東西又是不會消失 無論過了多久 無論隔了多遠 還再不再生也好 她在這裡過就是在這裡 今集的東西突然之間很複雜 但就去到這裡 都是那句 小弟並非音樂專業人士 純粹都是基於自己學過的東西 再加一些自己的感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錯的話就歡迎留言指證討論 喜歡這條片 又想繼續看下 接下來有什麼新歌會做 評論的話就記得訂閱這條頻道 逢星期一和星期四 會出到個人生活的主要片段 EG哥仔 EG哥仔這個系列就會不定期推出 按著鈴鐺之後 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